接下来来看一下外部变量 一个工程当中有多个原文界组成 当在不同原文界当中使用同一个全局变量时 首先需要在任意一个原文界当中定义全局变量 然后在所有需要使用此全局变量的其他原文界当中 用extend关键字对该变量进行声明 使用extend关键字声明的全局变量称之为外部变量 extend关键字起到将全局变量的作用范围扩展到其他文界的作用 你看具体如图 在2.c当中指定一个变量a 但是在1.c当中我们要使用这个变量a 但是1.c当中很明显没有去定义这个变量 那么此时可以通过extend声明变量a 在其他文件当中进行去找 那么1.c文件当中通过extend关键字声明变量a后 就可以访问2.c当中的全局变量a 这ă网cie 本来在4.c当中的返米 3.c当中的全局变量 4.c当中的全局变量 2.c当中的全局变量 7.c当中的全局变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